行医之路40年历经两场防疫大战 2003年SARS风暴 李仁志医师守在东部站上第一线 接下指挥观众人 他爸爸以前有结疗病 我把他医好的 所以他回来找我 你们两个人同时生病 医病之间牵起常情 因为他从医出奇 就致力于防治肺结核 不只坐在诊间 更常走入患者的家 更重要的可能是 他回到家里之后的照顾 所以老师就连自医师 常常也会带着团队 一起到家里去看 看这病人的问题 尽量帮他处理 让他可以好好地接受 这样的治疗 小孩子当然 那就给他裁剪了 而去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他再度接下指挥官 防疫期间几乎没有休假 按照我们的程序是 医院去报告卫生局 卫生局跟机关署报告 机关署赶快恭请指挥官 如何处置 没有想到花莲的情况是 通常大小 只要稍微有风吹草动 都是报告指挥官 所以他居然这样撑了17年 就尽心尽力地做 三分靠运气 七分靠努力 大家都很努力地 在守护台湾这块地 李医师的女儿 今天都特别前来 简单谦虚几句话 呼应人生座右铭 做个有用的人 成为最佳典范 而这次他更把心路历程 画成书 即使退休了 也希望能透过文字 传承经验 台湾新闻林亭亦玲 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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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